OK 那我们继续回来讲讲我们这一个ezyshop的这一个 好 继续讲一下我们ezyshop的这一个 全线控制 全线控制 那我们之前的话讲了书记库表 还有一个书记库的一个全线配置 那做完之后的话 到这一节课我们讲讲我们之前所做的东西 如何来使用 就是讲一下我们这个全线控制 如何来控制 那大家还记得我们刚才做的这一个去百度 对不对 去百度 好 再刷新一下 那我们刚才做到我们那个去百度的那个东西 我们用一个新窗口来打开 然后呢 我们那一个东西是做到哪里呀 做到我们sms里面的这一个 勾百度 对吧 好 到这边的话 它就会提示我们全线不足 那这个是在哪里起作用的呢 是在哪里起作用的呢 我们把这个给copy一下啊 省得它一直跳 然后 在这个页面打开 好 它还会提示我们这个全线不足 全线不足 那这个起作用的这一个位置是在哪里呢 在我们的这个地方啊 这边有个admin的一个全线好 来判断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去掉啊 我们把这个去掉 刷新 它是可以使用的啊 它是可以使用的 所以说大家做完我们的全线管理 其实全线使用的话 就是用我们这一个去做就可以了啊 用这个去做就可以了 它就会提示我们全线不足 对不对 如果说我们把它改成我们一个有的啊 好 比如说我们商品管理 全线是已经分配给我们的这一个客服组了啊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是有这个权限的 对吧 有这个权限的 因为我们这一个商品管理是有权限的 对不对 如果说我们任意一个 哪一个任意一个没权限的 像这一个啊 叮当详情 我们把它拿过来 在这啊 叮当详情拿过来 我们刷新一下 哎 好 叮当也是有的啊 刚才我们也有 我们把 好 把 这一个 好吧 这一个促销的这样子的一个信息 刷新 好 就是提示我们全线不足啊 所以说我们这个全线的控制是起作用的啊 是起作用的 我们的全线节点就叫做我们的这一个勾百度啊 勾百度 刷新一下 好 提示我们没有全线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全线的一个使用啊 一个使用方式 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他这一个全线是如何来实现的啊 如何来实现的 我们这样子系统呢 给大家讲完之后的话 大家以后自己开发系统或者这样子就可以用这样子的思路啊 用这样子的思路 当然我是不建议全部照抄啊 全部照抄 我觉得他这种方案不是非常的合理 他这种方案太多步骤了啊 太多步骤了 像现在很专门的RBAC啊 一般的会有一些公共的这样子的一个全线配置的一个管理啊 当然像我们ECshop这种呃 自己研究起来也是非常有意思啊 也是非常有意思 就看自己到时候去怎么用啊 当然你也可以照抄我们这一个ECshop的全线节点啊 然后呢 看一下自己可以给他优化一下 像这种两个配置文件 我觉得是没什么必要的啊 两个配置文件没什么必要 还有这一个呃 配置我们的这一个呃 语言包 语言包的话 就看你做的系统是多语言还是当语言 当语言的话就没必要语言包了哈 呃 增加麻烦 好 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一个呃 admi priv的这一个 函数 好 搜索一下 好 他是定义在我们后台 admi下面inclusive的levelman里面哈 levelman里面 然后他这边的话 第一个参数的话就是对应呃 操作对应的这一个权限节点 好 然后第二个参数的话就是一个返回类型 好 一个返回类型 返回值的话是波跟 呃 波 是一个波类型 然后true force 好 这边还有一个呃msg就是我们的消息输出啊消息输出为true 好 如果说我们session action的list等于or我们这luten true那这个情况的话就是出现在我们的这一个呃超级管理员的情况啊超级管理员的情况啊像我们这个admi啊admi他的这个action list就会为or啊为or 那就是可以控制所有的这样子的一个选拳啊所有的一个选拳啊 所有的一个选拳啊 那我们再做一个实验啊再做一个实验假设说 呃 呃在哪里呢 在哪里呢会员全线好在这边管理员列表对不对 假设说我们这个管理员不属于任何一个组啊不属于任何一个组啊不属于任何一个组啊看他会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概念啊一个什么样子的概念啊 刷新 好我们退出一下啊退出一下再登录好 呃我们已经设置他不属于任何一个组啊如果说这边没用我们这样子吧直接这样子给他去掉 退出 登录 好 像我们全线控制如果说他不属于任何一个组的话我们发现 他所有的这样子的功能都不能使用啊所有的功能都不能使用所以说呃这两个会员也是没有组的所以说我们必须给他指定我们的呃这一个组啊指定我们的这个组啊这样子的话才能使我们的这一个权限生效啊 好权限是生效的对吧啊刚才说哪了呢 好说到这边啊action list如果说等于all的话好等于all就是这个 好 好否则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否则的话就是呃查询一下stipos这个是我们php的函数啊查询我们的这一个呃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一个会员信息存在哪一个东西好存在哪一个东西 然后我们大概意思就是这样子这个是我们的这一个会员的所有信息好会员的所有action list的他能执行的这样子的一些操作 然后呢在他的前面好跟后面呢够加上一个逗号前面 后面加上一个逗号然后呢用 用这种关键词来去实现匹配如果说他不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就是如果说这一创字不创没有存在这一个啊等于force的话呢就提示他权限不足啊否则的话就返回真就这么简单好就这么简单那 那为什么要前面后面加一个逗号呢因为我们中间是用逗号分隔的是不是用逗号分隔的话我们就用这种逗号的形式 两个逗号比如说 这样子好我们这一个东西铁定是存在这一边的哈铁定是存在这一边的所以说我们 存既然存在的话我们就直接返回为真了哈 如果说我们这一个加个s肯定是不存在这一边的如果说不存在这一边的话肯定这一边就执行我们 我们的这一个啊操作对不对 原理是非常简单好他这个行数也非常简单好行数也非常简单那他的原理也是一样我们分配权限的时候就把我们权限的这一些 分配权限的时候把我们权限这一些东西哈这些值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值其实他这些值的话就是我们刚才那一个admin action表里面的那个值哈 好好好这个值在这边guts manager对不对 啊商品管理还有我们的这个去百度他就是勾百度吧 对吧去百度的这个value的话就是勾百度 所以说他把这些值呢全部组合成然后更新到我们每一个会员的action list里面去啊action list里面去保存之后呢 就是用这种简单的方式去匹配啊这简单的方式去匹配啊 那easyshop这一个权限系统做的还可以但是比较复杂哈大家理解之后的话可以呃 优化一下做到自己的系统当中好 好我们做二次开发的话其实有很多的经验可以学习哈因为我们呃 经验肯定是都是靠模仿来的哈一开始我们不可能太牛逼对不对 比如说一开始我们能吸球都不知道 好假的说你老板叫你做一个商城系统好你压根就不知道你商城系统要要干什么所以说我们下载easyshop来看一下 哎有会员对对有全线管理有商品管理还有这么些七七八道功能有的话我们能做了就给他做进去啊不能做的或者是比较麻烦的我们就给他优化啊或者是 呃品气一些像这种什么呃什么拍卖什么东西的哈就要就要不要的话就可以自己呃 摒弃这一些功能好那这个的话就是整体 讲完了我们这一个全线控系统的这样子的一个 啊操作方式总共的话是这么三节课已经讲完了哈那么这边有个作业的话 这张课程会比较难理解啊一定要多复习多去看好特别是这几个步骤理解之后呢 啊使用起来就只有那一个行数而已啊 使用的话就只有这一个 你 啊了解 好那我们全线控制的话只要了解这个行数据啊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啊那我们的全线管理就讲到这边啊感谢大家听讲 致理解 好 好 好